诶,大清早,现在怎样? 现在是在冰淇淋业配,对不对? 没有啊,反正现在运动频道这么难拍,不要拍了 是吗? 冰淇淋 刚刚发生什么事情? 刚刚有人跑过去了,超快的 嗯 好酷喔 想学啊你,我教你啊 那我来去找他啊 好,但不要浪费 喂,三秒是不是 绝静吓一跳 诶,赵哥,赵哥 诶,你有在教人家做这些强散的动作吗? 有,叫跑酷啊 哦,是叫跑酷吗? 对,对,对,对 然后就在这附近了 哦,是哦 诶,不然你问到了 问到了 对啊,没想学 对啊,为什么人家跑不看起来就这么好玩 我的跑不看起来就这么无聊 不会啊 所以这个是要学习的呀 对啊 哦 都是在附近 真的 可以来玩玩看 真的 那你们家的猫咪会后空翻吗? 呃 哈哈哈 因为我跟家电身高实在差太多 那画面还不协调 对,好像没有再低一点点 好,没关系 好,那我们现在人呢 还有在汉库 所以汉库是一间跑酷的工作室 对,没错 啊,那可以介绍一下就是跑酷这项运动 简单介绍的话 跑酷就是由天竞 然后体操攀演三个混合而成的新运动 所以它是需要很系统性的去训练吗? 当然,当然 哦,真的 所以就是有基本的一些动作 有的 然后可以,然后再把它结合起来 嗯 那这样适合的年龄层大概会弄在什么样? 其实全年龄都适合啊 从小开始接触的话,那学习效果会不错 可是我听说其实跑酷也是一个 算有一点点小危险的运动 因为有些人觉得它是极限运动 有这样的想法 就会去做一些比较极限的事情 那自然会稍微比较危险 一下啊 哦,比赛上面有不行 这才是真实的高度 好吗? 都快拍不到我了 好啦,那教练 我们就是这几天的课程大概会长什么样? 这个训练呢 我主要是想要让你完成一个 我们就是比较常见的台湾的跑酷比赛的样式 哦,跑酷也有比赛? 对,台湾的跑酷比赛会有一个关卡 会有六大元素的挑战 然后我想让你感受一下跑酷的这些魅力 好耶 那我们就来开始课程 好,开始训练吧 你会把头脑放下来的话 会很像针子从电视爬出来 你知道吗? 很像耶 超像 玉兴,拿香蕉来喂他快 喂,去哪里? 你要去抢果菜市场是不是? 谢谢 这就是我们最主要的台湾 因为渣泥可以变的 对,可以变的 然后先往前滑 手头拉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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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好 然后踢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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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唱 这样子 我覺得我做起來只是很奇怪 我剛開始 剛往前滾 對 好 適合你 欸 你說他好不好 對 欸 對對對 會痛欸 會痛喔 所以有暖電跟沒有暖電還是差兩個 那家裡是滾槽的吧 對 都是先滾吧 兩件事情而已 加油 兩件事情而已 加油 變難了 好 好 欸 很好很好 其實蠻好玩的 我覺得小朋友有點開始搶運動 對啊 小朋友應該超愛的 對 很好玩啊 嗯 欸 你越做越好 你的那個護身越來越好 好了 換你 喔 還不錯喔 好 我們現在教下一個是 蜘蛛人品 好 兩隻腳這樣上去 有點像深蹲動作 好 整個抓到 然後手慢慢的抓到 這個桿子上面 好 你把我站後比較平 一秒 真的耶 很好欸 不一樣欸 因為這不是只有腳的平衡 這還有有關手的控制喔 所以你手要稍微 核心 核心 重心 對 重心 然後手要抓 手要抓 當你覺得往後打的時候 手往前抓回來 拿招啊 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喔 我以為有手抓會好一點 也沒有齁 有有有有 有有有 加油 加油 三秒 四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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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抓到好才會跟到下一個 沒有 沒有 我跟他直接去下一個 輕鬆的走 走 走回看 深蹲 然後那邊走別人之後 盡量不要 內八太多 如果我踩空的話 它會這樣 那你會往這樣子打 啊這樣子的話頂多是這樣子 這樣 頂多卡的 我寧願翻 我寧願翻,我也不要卡到那裡 往上 往上 不要 不要 噢 為什麼我的真意那麼爛 不會啊,開心 好,可以 我剛剛前面說的就是 那個跑步是體操、田徑、攀岩的混合性 這就是比較偏田徑的 哦哦哦哦哦 你兩樣都有 你會攀岩,也會田徑 就不會體操,對對對 其實我一直都想,想學那個後空盤 我也有機會練到後空盤這個 結果彩蛋比較快哦 啊哈哈哈 muş 哈 哈 哈 好 呀 好 讓我們吃吃看夾住好 夾住好 對 然後起跳腳隨便 旁邊 單腳起跳 還好嗎? 還好 沒事沒事 沒抓住 我不是在做效果的啊 他效果很痛欸 很痛喔? 沒有腦震盪 還好就是 還好沒有敲單 就是嚇到 就是 你看片頭都有 對 這樣好 剛剛太多了 剛剛是不是太多了 剛剛有點太興奮了 然後我們在貓中來稍微 稍微 手不會這麼晚 可以再放上面一點點 好 可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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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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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来啊 踩旁边啊 对 下来 对 有箱子可以踩 上五个 上一个 嗯 五个 五个 先上一个 先上一个再说 好 先上一个 好 爪开上去 对 两手是比较帅啊 困一下就感觉好像 等一下我们先比较失败就好了 好 试试 那表情超猙獰的 不要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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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啦 有啦 诶 嗚 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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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20岁的时候就是在网路上看到国外跑酷的影片 那我小时候就很喜欢这样到处爬然后到处跳 那小时候最喜欢玩就是那种鬼抓人 就是跑来跑去 从小其实就会做一些非常简单的跑酷动作 所以我觉得我算是天生就有那个跑酷的那个原动力 我自己又是刚好运动科系 所以我想要认真把这个动作给学好 那就开始学习 从刚开始我就知道我要以跑酷为主业 因为我们刚才练跑酷的时候其实不能称作是行业 那时候人家只会想说你到底在冲阿小 大家不觉得你这个东西是可以变成拿来工作的东西 它原本不存在这个产业 所以你要慢慢把它变成是大家觉得这是可以 最早其实跑酷比较是跟特技圈有关系 所以他会接触一些做表演艺术 舞行特技打斗之类的 所以我一开始也有接受过舞行的训练 也有去当过别人的替身 一开始不是以教练为主要的收入 我可以做超级多耶 那因为第一个是我是运动科系出来的 所以我出来一定是可以做健身教练 我有去带过那个水域的团 我觉得10年前可能比较会吧 但现在可能比较还好 我觉得现在家长大部分我听到的都觉得还好 就觉得接受度都比10年前高太多的 国外我觉得太复杂 所以我也很难去评断 但是国内的话 现阶段就是当教练是比较 然后确定可以执行的工作 但是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 我觉得是有很多种 只是我们都还没有开发而已 但至少我知道还有除了教练以外 还可以当表演者 就是你可以把它艺术化 除了你基本功底要好以外 你要开始去学一些表演艺术的东西 然后把它融合在一起 让你的肢体更表演化一点 是可以真的去表演给人家看 好的今天我们来到汉库的第二天 你知道我回去上一次 上个礼拜我回去的时候 我一开始有说连续两天会比较硬一点 但还是可以试试看 那个硬一点 我觉得那真的是有点太硬了 之前你是不是有分享过就是后空翻 它其实是比较花式一点的 对它比较是跑步里面比较花式的 应该这样说就是跑步最原始它的目的是 让你的移动能力增加 但是后空翻并不会让你移动能力增加 说到移动能力增加 那我想要问教练 但是你以前在就是上学的时候 你是不是都是超捷径 就是翻人家的灰墙来着 不惨 但确实是有需要的时候会用到 好啦就是聊这么多呢 只是想要拖一点时间 我已经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是吗 第一关给你 可以开始训练 好吧那我们就开始 吃 他走去 他走去 有点多怖 可以再少多一点试试看 因为起脚错脚了 没有没有好像是 落地可以再更干净 教练说你落地有点脏 脏 很脏 哈哈哈哈哈哈 诶可以 诶好多了 好这时候我们加一点点点 加多远了 到移动的旁边去 为什么要把这个 什么脚伤 诶有 很好 没有反正他也不爱吃啊 哈哈哈哈哈哈 不然带回家好了 喜欢 喜欢吗 不然那个我要弄个圈子 那个圈子 圈子 圈子什么头盔 是不是 这次看起来蛮准备 对啊好像可以 对啊 先去拿掉 对啊 反正直接帮你坚持 诶不是那你那反正 如果我在做成功 我也没有影响啊 哈哈哈哈 他这个箱子来好了 反正没影响 反正没影响嘛 我家里面的金准这个 我跟你讲金准木箱 再压一点 是不是有金准木箱 金准木箱 再压一点 右脚先踩到以后 3 3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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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5 哇~~ 成功耶 欸 還姐 快一點 我看看 姐 臉炸地板 對啊 還好 直接 他就有軟件 這件蛤蟆弓了是不是 有好一點點 有好一點點 欸!成功了 有有有有 對!但是讓你這一項有一個挑戰 好!像這樣子! 一一! 哈哈哈哈 好!你先穿好位置喔!你先算下去! 一、二、三、三 喔! 屁股掉高! 掉高!有! 這回來翻去的其實我蠻喜歡的耶 雖然有點茫但是 覺得很好玩 那我們下次的上課會是什麼樣的類型 下次就不是上課 上完喔! 我們會設計給你一個關卡 然後都有包含六個元素 我們會在這裡面嗎? 對!你在這裡! 不會在外面! 先在這裡面就好 所以下次是決定你是不是 適不適合在這裡當 雞翔物 好的!今天是我們來到漢庫的第三次 也是最後一次 對!最後一次了!然後我會給你一個關卡 就是挑戰賽的關卡 然後讓你去闖關 看你幾秒能夠完成 其實我也是蠻期待今天 就是能夠看自己能夠到達什麼樣的程度 然後最後呢 再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就是跑酷 它的魅力在哪裡 好!那我先稍微簡單的講解這個賽制 第一個大重點就是你不是有學到六個項目嗎? 對! 我們的賽制呢 會盡量把六個項目都會呈現出來 你在比的時候呢 會有一些指定動作 有指定的就必須按照指定 然後如果指定動作沒有完成 或是你有些動作沒有做好的話 它就用加秒了 大概一秒加到三秒之間 比如說你可能膝蓋撞擊到 可能加一秒 那你如果整個大跌倒 可能加三秒 再來是加五秒的部分 這個是最慘 就是掉膚劑 這個都應該在器材上面行走 那你就掉到地板上 那這就是加五秒 一個關卡呢 你會有兩次的跑酷機會 然後我們只會從這兩次裡面 選一個最好的成績 所以一個關卡就是要一進到底 對! 沒有辦法用剪輯的方式 沒有辦法 就是考驗你的真本事 好 那就讓教練先準備一下 好 然後我來去旁邊稍微熱熱身 對 預備 GO GO 2 2 1 這個 3 5 有 準備 GO 我還沒聽到講 我也是很激烊 我要做花絮 我就是這樣 當那個 動作開始失誤啊 你就會開始找很多解決 你會開始找很多解決 我也是很激烈 從來這個環境 你不是很舒服啊 我鞋子沒有好 我鞋子不夠涼 今天濕度太高了 我今天是沒有帶什麼東西 好 預備 GO 打 暴心跳 好 我們現在來公佈成績了 我手都軟 我剛剛開個門 我沒辦法開 指令消失是不是 沒有 這個很酸耶 很酸耶 那個有很多攀爬的效果 對啊對啊 那你覺得就是你兩關各自 你覺得是會坐落在 10秒開頭 還是20秒開頭 還是30秒開頭 各自喔 你覺得你第一關 第一關應該開頭 20幾吧 第一關20幾 25以內還是以上 25以內吧 那第二關呢第二關 第二關應該有到快40 所以你就覺得第二關多很多秒 對啊 那我們現在就來成績公佈 看有沒有符合你心中的期待 第一關沒有失誤的 最佳成績是 27.66 喔 也算不錯啦 可是沒有在25 那也很不錯了 很不錯了 第二關有加1秒 最好的成績是 29.85 有這麼快嗎 沒有你想要中的這麼慢 真的 他心裡覺得變90 因為他覺得攀爬耗了很多時間 但其實沒有 沒有那麼誇張 真的 原來 欸 不錯耶 其實不錯耶 不要想到那麼好耶 不要想到那麼好耶 因為我覺得第二關難度是比較高的啊 我覺得不一定要看人 我覺得第二關其實理論上 他的路線比較短 他的行程比較短 但是他中間的所有元素都可能比較難一點 比如說攀爬然後秤越比較遠 剛剛我嘗試的就是要不碰到腳的秤越 但沒有辦法 對 因為比較遠 對 還是有點恐懼的 恭喜你完成這個兩關的挑戰賽 總共秒數是57.51 耶 一分鐘內 對 有在一分鐘內 這一分鐘內 我們花了多少時間在訓練 那其實我覺得跑酷這項運動也算是 其實他真的蠻有趣的耶 他是一個我覺得比較像藝術的一個運動 他的玩法有非常的多 我真的覺得說為什麼要來到工作室 其實工作室它是可以讓你比較安全的 去執行一些動作 你還知道說原來要這樣翻身比較輕鬆 這樣翻身比較安全 後來很多人也都在自己外面亂跑 我一開始以為說 跑酷它是一個就是身體素質要很好的 單純就是身體素質 後來翻身不是耶 沒有頭腦耶 沒有腦會推死耶 對 需要想一下啦 然後我覺得也算是一個 跟自己身體的一個認識 還有對環境的認識 這個環境你要怎麼去過這個障礙 你要怎麼去提升 像教練說的就是跑酷它是一個 讓你移動的速度更快的一個方式 還蠻開心這次有機會體驗到跑酷這樣運動 真的是完全不一樣 跟三鐵完全不一樣 真的很累耶 累的東西不一樣 一個是耐力 一個是爆發力 對 這真的是爆發力 剛剛一下來就直接就心跳就超快的 然後就流很多汗 像剛剛那個貓抓來 會有篩的那些印譽 但還是很好玩 還是非常的推薦大家有機會可以來到汗庫 其實教練都會針對你需求 或者是針對你的素質去做一些調整 好啦 那大家有機會的話呢 就可以到下方的資訊欄裡面找到相關的連結 然後可以聯絡到螞蟻教練 這樣子 好啦 那就這樣子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記得幫我訂閱按讚跟分享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其實從小我就很喜歡攀爬 翻滾 跳躍 這些事情 就像以前我以前在國小的時候 我就很喜歡盪鞦韆 盪鞦韆嘛 盪鞦韆 盪鞦韆 好 盪鞦韆是會盪得很高 然後很高的時候 在最高點的時候就跳下去 然後我們班同學 因此有人為了學我拿摔斷手 所以從小我覺得就是一個可能過動的特質存在 所以我覺得跑酷它是一個非常大量可能身體啊 都會有很大的耗能 然後可以用很多的花招 就是手腳都會併用到 所以我覺得真的還蠻有趣的 最困難 因為其實我上肢的力量真的是比較弱 所以其實只要有抓攀爬真的是比較不行 然後像那個就是 啊 你要叫什麼我忘記了啦 反正就是抓著然後轉360度 有一個繞 繞槓 繞槓的話對我來講真的是比較困難一點 最好玩其實是我喜歡翻滾 因為其實我真的覺得說你會翻 你知道怎麼翻的時候 第一個你會比較安全 然後接下來我都會預想到說 如果未來我真的不小心出車禍 我還會有一個翻滾的能力 而且我相信其實我在練跑酷 對我的越野跑上也是有幫助的 因為山上的環境比較多變 所以我覺得會是有幫助 我覺得會耶 我覺得是蠻好的一個學習啦 你肢體協調好 你自然而然在各個的運動表現上 我覺得都是有幫助的 你在做某些動作 或者是你想要接觸某些運動的時候 那個基底就會比較好 但我覺得是很不錯的一個運動 大家可以來認識一下 好 下來 欸 我要怎麼下去 欸 教練 我要下去 我要下去 好 沒事 我們剛剛學過了 而且這個牆踩的不會被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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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